老杨到处说 我们今天继续来说是东沙岛 其实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 这个岛其实也没什么好提的 但是最近海外很多舆论说 中共的南部战区准备收复东沙岛 这个事情说的东沙岛现在又不得了 那么东沙岛是不是真的会被北京 会大陆军方提前收回呢 韩国瑜很认真 高雄市市长 他要表现一下自己 他要宣布要登岛宣誓主权 为什么呢 因为东沙岛现在的行政管理 是属于高雄市骑津区 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 东沙岛是南海上东沙群岛的主岛 面积是1.8平方千米 应该是1.8平方公里 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岛 是南海数百个岛椅中最大的岛域之一 另外一个应该是太平岛 那么目前是由台湾在管辖 这个岛呢 又像岳崖一样 所以又别称叫岳崖岛 因为在珠江口的南澳之外 所以呢又叫南澳汽 又名大东沙 清代呢 有中国的渔民建造的渔村和庙宇 大王庙 后来是天后庙 岛上现在有驻军设立了一个图书馆 藏了书还不少 那么这个岛曾经有气象台 有灯塔 有无线电台 从晋朝的时候 这个岛呢 就已经有记载 叫珊瑚洲 康熙年间呢 这个高梁镇总兵 陈伦炯 他著有一个海图文件记 也记录了这个稿 1866年 英国人叫Plattas 他曾经呢 遇风避难遗址 他自以为他自己发生 发现了这个岛 所以这个岛的英文名 是叫Plattas Iron 1907年 日本的有个商人叫西泽济直 他聚众占领西沙 就跟当年他聚众 他们占领南沙西沙群岛的 去开采鸟粪一样 插旗改称为西泽岛 修码头 修铁轨 要开采那个鸟粪 结果呢 等等的东西 还盖了房子 盖了海水淡化器 还有养龟 还有电话线 还有等等的东西 到了1908年 英国人 要到岛上建灯塔 那这里面呢 就开始争论 到底是属于日本的 还是属于英国的 后来拿出历史证据 这个岛是中国的 就没有意义 1946年 国民政府的海军 从东沙一路西沙 南沙一路收 收服了好多岛 这个事情呢 那么重新立碑 有50多年台湾的管理以后啊 它成为了台湾的这个 南疆最重要的一个堡垒 另外一个是太平岛 所以呢 这个事情来讲 它离台湾左营军港 240海里 要开船要走一天 24小时 24小时 它跟汕头 140 跟香港 170海里 到海南岛 360海里 如果要到菲律宾 是400海里 离太平岛 西沙的太平岛 640海里 它确实是 战略位置比较重要 75年 越南战争结束 苏联的一个太平洋舰队 进驻越南的金南湾 解放军就根据这个南下支队的 派军舰伴随 美国的驻苏比克的军队 也派舰监控 那么这四个国家 四支舰队就在东沙海域会合 那个时候还传说 苏联要提出租界 澎湖列岛作为中序战 当然克格勃有一个以苏联真理报 维克多的记者的名字叫维克多 他秘密会见过蒋经国先生几次 这个事情来引起了整个国际舆论的关注 苏联在70年代80年代 在香港设立了总领事馆 它的据点在哪里 今天的大鱼山 在一个新建立的一个社区里头 这个是后话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介绍这个故事 东沙岛是大陆南部战区 进入巴士海峡 菲律宾海 以及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 也是台湾到台湾到日本 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路 这个东沙岛以南叫南海 东沙岛以北叫台湾海峡 东沙岛往上 那就叫什么呢 叫东海和台湾海峡 它有它的战略价值 是吧 美国前不久有一个战略轰炸机 专门到东沙到太平岛到南海 就走了一趟 但是有一个研究 国际军事战略的黄介正 他曾经担任民进党的陆委会副主委 他说这样一个消息 不是军事作战的消息 而是政治信息 如果北京或者大陆的南部战区 要打东沙 其实就是正式开战 东沙离台湾很远 只打东沙有什么意思呢 美国可能会要求 台湾撤队 因为打起来的话 一旦这个打一打起来 其实就是北京要用武力 解决台湾问题的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根本南部战区不要用登陆舰 不要用什么替舰船 不要用陆战队 说不要 他天天派一些渔船 在东沙岛周边 搞得你不胜其佬 最后放弃 所以他认为 这个说法不准确 不准确 东沙岛对我来讲 最大的兴趣是 周恩来在1963年64年 带着张志忠 带着罗清长 到这个岛去跟台湾的蒋经国先生 或者台湾的蒋经的派出的代表 说法很多 有的说是城城 有的说是蒋经国 待了几天 这个几天呢 就是切实 我们以前也说过 在这个岛建国蒋经国 这个时候呢 2012年的5月 彭德怀有个作战参谋 叫做彭旭一 他曾经在香港的90年代杂志 也说过呢 63年 周恩来在东沙群岛 最大的岛屿 东沙岛 秘密会晤了蒋经国 有人说他讲话可能是杜撰 但这个人其实呢 他是认真负责的好同志 不会无中生有 编造莫须有的事件 那么他呢 采访过罗清长 采访过 负责护卫的解放军中将 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 而吴瑞林那个时候据说是 保驾护航的总指挥 96年的南华早报 也有这么一个说法 他香港的开放杂志 也有这个说法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有罗清长 有张志忠 有周恩来 有吴瑞林 有蒋经国 这个事情呢 在周恩来的脸谱里面 1963年12月6号到12号 没有任何的记录 周恩来的外交活动 大事纪在这几天也是空白的 那么周恩来 真正如果有可能 在这个地方呢 有接触的话 是12月8号到12月10号 这个传言比较多 张志忠 是负责 对台湾上层的秘密联力工作的 罗清长长期负责 中央调查部 长期负责对台情报工作 那这个事情呢 就是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来黄文旺 金瑶卢 他们都说是假的 李瑶也说是假的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消息不准确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了 国共两党之间的密使不断 其中呢 有一个叫张世昭老先生 还有一个呢 是曹景行他父亲曹巨人 后面呢 在南淮景先生主导之下呢 两岸在高登人士 在香港有个秘密接触呢 这是后话啦 这是后话啦 有没有 这是个历史悬案 沈城有过一本书 但是没有写到 在东沙秘密会见谁 但是东沙岛呢 这个时候面露了人们的眼帘 是因为两岸关系的紧绷 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 可能性的增加 然后呢 但是我认为 台澎金马 一起解决 能南市 北京的既定政策 东沙岛 属于台澎金马 一起解决的范围 所以很多类似的传闻 听听就算了 未必要认真的去面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欢迎订阅 欢迎分享 있기文章知胶 本見て投 focused 从总的信息 明天olly 心想 你认识